昨天主题为传承友谊星火共创美好未来的古领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在福建省福州市成功举行 古领之友部分成员以及中美各界人士参加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习近平主席向论坛之何信指出古领之友们的经历再次证明 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 希望大家把古领故事和古领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让中美人民的友谊像古领上的天年柳山一样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民间交往成果丰硕 284对友好省州和友城已经覆盖了美国90%以上的州市 中美农业援桌论坛和中美友城大会等机制富有成效 促成了双方众多的合作项目 疫情之后两国地方民间文教智库等领域的交往重新热络起来 中美民间交往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中美民间交往 也希望美方积极顺应两国人民的意愿 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巴黎岛会晤的共识 支持两国民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